战斗机飞向天际 这是日军在二次大战成立的神风特工队 当时甚至还在台湾建造了机场 军设铁丝网还立了请勿进入的牌子 长长的跑道 这里就是日军神风特工队在宜兰的基地 现在已经改建成宜兰大学的校地 14号清晨 就有架小飞机停在这里 目击民众看到一度以为是遥控飞机 但觉得比例大小不对 没想到走近一看 就看到两个人站在飞机旁 一大清早就在长长的跑道等人 真的有说不出的怪 过了一个小时 目击的民众在已经过这里 小飞机早已不见踪影 这里的薄游路又直又长 周围还有用来阻挡人车进入的铁丝网 平时也就只有民众会来玩遥控飞机 听到有小飞机降落 这还是头一遭 在来还是会下跌 但是这里没有那些要做 没有那些设备 现在没要下来就对了 那是因为目前的管理前是在清华大学 那我们也会跟清华大学讲 那请清华大学以后在管理这块校地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件事情 当初的神风特工队 现在只遗留下机堡停机坪 及木头雕刻的战机 神秘小飞机的出现 也为这个过去战机辉煌的基地 再添一笔传说 记者林医生张良浩宜兰报导